在第八章第五节介绍配置虚拟机容错 上一节节奏的虚拟机的高可用HA 如果虚拟机所在的主机出现问题 导致虚拟机在其他主机重新启动 业务恢复有几分钟的虚拟机重新启动的一个时间 若我需要启用更高级别的可用性 比如仅次于另中端 就需要启用虚拟机的容错功能 虚拟机容错是提供两个虚拟机 一个是主虚拟机,一个是重复的虚拟机 重复的虚拟机,辅助虚拟机 这两个虚拟机具有相同的 这两个虚拟机内容是一样的 一个是主的对外提供服务 一个是直督的不提供对外服务 但是它的性位与主虚拟机是相同的 如果主虚拟机出现问题 辅助的虚拟机会立刻接管 并且在 就是主虚拟机出现问题 如果主虚拟机所在的主机出现问题 如果主虚拟机所在的主机出现问题 那么辅助的虚拟机 立刻接管这个业务 并且会在另外一台主机上 创建一个新的虚拟机 原来这个辅助的就变成主的 新创建的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辅助训练 是这么一个过程 配置FT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FT目前支持最多4个VCPU 为FT其用专门的流量 最好是配置万兆网卡 如果没有万兆网卡 千兆网卡也可以 但它会有一个警告 那么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演示 启动的时候比较简单 比如我们检查一下 我们当前虚拟机是两个CPU 它是保存在共享存储中 这我们可以为它配置两个CPU 最多是4个CPU 两精力寸40级别的硬盘 在这之下我们要夹插每个主机 配置了VM Kernel 为这个FT配置了VM Kernel适配器 这个在上一节我们就都已经配置过了 这个都是最值得FT的流量 如果起用 然后需要把这个虚拟机先灌进 点右键FT 打开FT功能 这有一个控制器 这是错误 我们点确定 我们把这个控制器 把不受控制的这个控制器给它删掉 还有一个硬盘的设备 我们选拟设 我们选择主机设备 选择确定 之后再打开FT 它提示这个删掉的这个 这个玩卡带发不足 我们选择是就可以 选择属于存储 选择下一个 这是启用FT 我们这是在共享寸处中 启用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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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打开电源 这是在共享寸处中 同样 它会启用一个辅助的虚拟机 我们当前这个主虚拟机 在96.37上 我们看一下 在96.aku 他的辅助虚拟机 或者在96.34中创建 我们看另外一个环境装 另外一个是一个VSAN的环境 在VSAN环境中也是可以启用用错的虚拟机 我们这个用错的虚拟机它是已经配置好 已经启动了 这是1200822的系统 它的主机是在96.43了 这是主虚拟机 我们看一下它的空调 这是配置好的手 它的辅助虚拟机 我们看一下 在96.43中 但是辅助的虚拟机是不能打开控制台的 打开控制台会出错 在世界的生产环境中 只有特别重要的业务 并且它对CPU的要求比较低的时候 我们才启用虚拟机的重挫 大部分我们启用HA这一个级别就可以了 它这是打不开的 稍后它会出现重挫的提示 这是正常的 同样这是启动的这个FT的虚拟机 稍后我们等它启动拉成 在这我们看到这个用错的虚拟机已经启动拉成了 只有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它比较慢 以后再启动就比较快了 当然这个容错的虚拟机一般就是一致启动的 好 这个容错的虚拟机启动之后 我们看一下 它在96.34上是它的容错的虚拟 辅助虚拟机 在96.37上是它的主虚拟机 如果把主虚拟机 把96.37直接关机 那么这96.34上的这个 主虚拟 辅助虚拟机 会变成主虚拟机 然后会在96.182上再充建一个 辅助的虚拟机 好 那么我们做一下这个演示 这是另外一个容错的虚拟机 我们启动这个打开控制台 稍后选择重新启动 我们用PIN的方式 它在96.37上 我们把96.37直接给它 给它充起了就别关机了 我们直接选择了 把96.37充起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业务 这时候大家看到96.37已经没有反应了 但是这是我们这个业务的这个这个 这个容错的虚拟机没有中短 我们看一下96.34上 这个这个就变成主虚拟机了 那么96.182 它会启动一个辅助的虚拟 就是新的辅助虚拟机会在96.182上启动 因为我们这节目做演示的时候 没有把VSERV所在的主机充起 这时候大家就有一个疑问 如果VSERV所在的主机死机 那么VSERV怎么会怎么办 VSERV与其他的虚拟机一样 它是HA的虚拟机 它会在其他的主机重新启动 当然在VSERV所在的主机死机的时候 VSERV虚拟机因为此时有关机了 它会有一段时间练接不上VSERV 等VSERV在其他主机 VSERV重新启动完成之后 那么它会继续练接到VSERV来 好 用错的虚拟机我们就介绍到这 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们这个用错的虚拟机 就是主机启动主机出问题的时候 这个用错的这个 启用用错的虚拟机的辅助虚拟机 马上接管 在这个其他应用时 发送了194个数据 接收194个 这可以认为是另种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业务中 这个机器配置比较低 它只有两台机器 如果我们一个幻想中有三个 或者四个主机的时候 那么这个辅助的虚拟机 它会在其他主机重新启动 它现在不重新启动 可能是资源不够的事 因为现在只有两个主机了 好 我们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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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